国家终于对汇市出手了 今天早上央行突然宣布 从9月15号起要下调金融机构的 外汇存款准备准率两个百分点 由现行的6%下调至4% 早盘受此消息影响 零二人民币一度快速反攻近400个基点 之前外资一直流出 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人民币贬值 现在终于出手来稳汇市了 那对外资来说做扣的理由就没了 今天如果不是香港那边 因为台风关闭市场 我想今年成交量不会那么难看 不过之前我也说过 人民币汇率在7.3到7.5附近 鸭妈很可能会在这里出手 所以也不算是太超预期的利好吧 现在政策利好牌是越打越多 而且条条都能落到实处 但市场就是不温不火 你就拿楼市来讲 昨天公布的首付比例降一层的新增 要是换到三年前 那地产券还不炸了 今天你再看 就算加上11家银行宣布降低存料房贷 反映到盘面板块还是高开低走了 想救龙市 我看难了 相比较之下 其实还是股市更容易救 种种问题 归根结底 还是心态和节点的问题 市场没有赚钱效应 当绝大多数人对资产价格的前景 一直看空的时候 那背后凸显的就是 大家对经济和政策出台的预期差 但像真正能刺激市场 还得是增量资金进场 这点我也多次提到 所以将硬化税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别上头 还要国家对入场才行 我真的希望管理层 在股市四套组合权之后 继续加紧落实 让市场最大的几家机构资金 能够早日入场 不要让好不容易旧起来的市场 再细活 但增进白银进场之后 资产价格成交量 还能不上去吗 大家的信心 还能不回来吗 那周日晚上8点半 来我直播间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周末 能不能有好消息传来吧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